各位美女朋友歡迎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的訴求是反對臨時會常態化 拒絕處理正義法案 包括服貿、監督條例、還有至今驅逐條例 我們都認為不應該在臨時會處理 那我們先來喊一下今天的口號 我們先來喊一下今天的口號 反對臨時會常態化 拒絕處理正義法案 反對臨時會常態化 拒絕處理正義法案 拒絕處理正義法案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 立法院的臨時會原本是要用來因應突發性的緊急議案 但是2008年以來 濫行召開的臨時會已經被操作成 執政黨限定版的國會延長賽 利用多數暴力與黨紀約束來通過正常會期所無法通過的爭議法案 我們在這邊要重申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就是要宣告 參與318運動的公民團體與學生團體已經再度集結合作 無論是民主陣線 接下來邀請台灣教授協會的前文男副秘書長 台灣教授協會立場簡單清楚 依照憲法跟立法院的臨時會 是可以開臨時會的 但是 從1948年到2008年 總共也只有開10次的臨時會 這60年是開10次 但是馬英九總統執政6年 就已經開了10次 如果加上這一次 兩次的臨時會 他這6年就已經達到12次了 那臨時會的性質 剛剛賴力士也強調過了 都是突發性 重大性 有延續性的 沒有延續性的 所以 台灣教授協會認為 這一次 馬英九總統他希望開臨時會 是要解決 四經期 胡茂 監督條例等等這個問題 都不是延續性的 都不是圖畫性的 都不是圖畫性的 不應該把它 在這次的臨時會上提出來做結議 所以我們認為 臨時會不應該把它常態化 這樣是會破壞憲政體制的 謝謝各位 好 接下來我們邀請守護民主平台 陳冠宇立書長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連續剛剛前副秘書長的發言 我這邊要特別指出 馬總統從2000年上台以來 第七第八屆立法院 到今天已經開了十次的臨時會 而我國行線以來 立法院總共也不過召開十九世臨時會 馬英九總統的執政黨 在短短六年就累積 累積的召開次數就已經佔總次數超過五成 現在每多開一次臨時會 都是在破憲政時的紀錄 而召開臨時會的目的 是為了因應 緊急還有突發性的重大事件 而非延續上個會期 沒有完成的一些議案 那本次 本次執政黨預計要在臨時會所處理的 監察院人事案 考試院人事案 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 還有 還有至今區特別條例 都不具備任何 突發或是緊急的性質 並不符合臨時會開會的目的 如果是要處理 連續性的一般法案 就應該透過延會來處理 把臨時會當延會 把臨時會常態化的做法 違背了臨時會設計的宗旨 而且是破壞憲法秩序 對於馬總統還有執政黨 破壞憲政秩序的行為 我們應該以最強烈的譴責 謝謝 接下來邀請婦女新知的林秀儀秘書長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語會來賓 大家早 我是婦女新知的秘書長林秀儀 其實這不是馬政府第一次想要藉由臨時會 來通過像福茂 像資金區這樣子承諾的方案 那去年我們也開過一樣的記者會 今年世間又到了暑假 又再來一次 我們強力的譴責馬政府 不要再以總統兼黨主席的身份 挾持國會 然後試圖用這個所謂臨時會的方式去闖關 他想要的法案 從2010年ECFA開始 ECFA 福茂 資金區 我們不斷的要求馬政府 請你提出性別人權的影響報告 你必須告訴你的國民 當你想要推這個政策時候 土地哪一些人 對哪一些人造成損害 可是 四年過去了 我們看到馬政府 他一樣提不出來 要不是 沒有數據 不然就是亂做 亂做一通 在馬政府提出來的這個影響評估的報告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沒有任何統計數據 沒有任何圖表 然後就隨便用一句 利大於弊 這樣的說法 來敷衍國民 這比我們大學生做期末報告還要不如 還要不認真 所以我們覺得馬政府 請你不要再這樣敷衍你的人民 不要再爛開 理事會 那除此之外 對於馬政府在說 資金區裡面 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他們想要先做了之後再統計 關於這一點我們要提出強烈的譴責 以資金區裡面的土地 徵收條例來說 其實在台灣有相關的統計 2009年到2012年 我們發現 目前土地的這個登記都是在男性的名下 男性擁有土地大概是女性的2.7倍 那在公告限制土地徵收上 男性也比女性 拿到1.76倍的這個賠償 那我們就要問 當你這個所謂的 跟性別無關的一個條例下去的時候 即使你失職的就造成女性的影響 那這樣的性別差異為什麼你看不見 為什麼你還敢很冷血的說 沒有關係 我們造成實質損害以後再談 除此之外 包括照顧產業也是一樣的 我們國家不努力的發展 照顧公共化 我們不解決 照顧問題 我們還想要在福茂裡面 去開中國投資 小型的這個照顧產業 在資金區裡面投資這個 醫療照顧區 一樣的 馬政府 我們看不到你任何的誠意 所以我們堅決的反對 用臨時會這樣的方式來處理重大議案 不要再踐踏你的國民 不要再踐踏你的主信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 吳寶萌的召集人 黃竹英女士 各位大家早 最近大家有看到一個廣告 那麼就是有關於 這個資金區的廣告 資金區的廣告是以 世界潮流的方式來行銷 但是呢 這個廣告裡面 它是用了投 年輕人喜好的這個語言 潮 來做一個 說服年輕人的一個手法 但是 我們都知道 在 這個 學生運動以後 我們都已經知道 年輕人其實是非常有智慧 對國家是關心的 不能用這樣一個 簡化的一個廣告 來說服人 那麼在這個廣告裡面我們也看到了這個醫療基金區的部分 國際醫療可能是一個世界的潮流 但是資金區不是 並不是一個時尚所以政府不應該用 名牌包或汽車 這樣的一個行銷方式來行銷 在 2001年 開零時會 要把 二代健保 放在零時會裡面來討論 但是 我們 因為這個 二代健保的正義非常大 那麼在民間 社會的這個抗議之下 他們不敢再進行 同樣的國際醫療 或是 這個 醫療 自行區 也是一個 社會期間相當大的一個議題 是非常有爭議性的議題 他造成的這個影響是影響到我們 未來整個醫療體系 未來醫療體制 的一個 發展 所以呢 事實上基層醫療人員也好 或是整個民眾社會的大眾 對這樣的一個議題事實上 都表達了一個非常 關心而且反對的意見 但是我們的政府呢 跟這個醫療的這個 營業者來對話 就跟醫院來對話 那麼對於整個 國際醫療或是醫療資金區 對於 整個醫療造成的這個 影響他們並沒有做任何的評估 那麼只告訴我們 廣告裡面告訴我們說 我把世界變美了 然後到2015年 到2005年 2015年 我們會有250幾億的 這個收入 我請問 這些廣告的 結論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呢 我們 重申 反對 在這個臨時會呢 處理有爭議的 重大的議題 那麼在這個修會的期間 政府 立法院 應該要求政府 提供更多的 這個 評估 那麼 以利於未來在正常會期的時候 來做一些討論 謝謝 治金區 確實對性別 然後對我們整個醫療資源 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那同時在 環境 土地正義 租稅正義 以及勞動權益上 也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那我們接下來 邀請地球公民基金會的 蔡聰岳主任 各位好 我想我們今天要處理的 就是 在 立法院的 臨時會當中 要處理的 這些正義法案 剛剛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們 在2008年之後 所有開的臨時會 都在處理 在一般會期內 沒有辦法處理的 正義法案 所有難搞的 要嘛就拖到 每一個會期的 最後面幾天 漏夜審查 表決通過 要嘛沒有辦法通過 就拉到臨時會來 再開另外的戰場 而且他們都嗆聲說 一次臨時會開不成 我們就開第二次 開第三次 那以後臨時會 都給他們開就好了 都不用開一般會期 所以這個處理的方式 是非常非常的粗糙的 那在這次臨時會當中 要處理的 有關於 致敬區的東西 我想 非常多的團體 已經開過 記者會說明 這個致敬區 會造成 現在 很多土地 租稅 還有勞動人權 上面的爭議 在土地跟環境的部分 我想非常清楚 這個致敬區可能很潮 可能潮到可以破壞我們的國土計劃 國土規劃 可以讓我們的 浮爛圈地 讓我們的 公有土地 更加的財團化 也會讓我們環境成本 外部化 我們在後面 今天有看到 航工程反破簽的聯盟 他們就是他們的土地 被強制徵收 做這種都市計劃 當地的居民 沒有辦法生活 所以他們仇促了 這樣一個團隊 但是 在致敬區的示範條例當中 非常清楚的 把土地的這些波用 規劃都空白授權 給中央主管機關 或者是地方政府 也就是說 將來 來自敬區的劃設 他可以不用管現在所有的國土計劃法 或是國有財產法裡面 國有公用 國有非公用的土地 他只要把它劃下去了 那個地方就是 自敬區了 會有多少的民眾 會有多少的 一般的居民 受到這樣子劃設之後 對於自己的生活生氣造成影響 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是非常非常有問題的 這種空白授權 讓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可以來劃設 自敬區的範圍會非常有問題 另外在自敬區裡面 他現在有很多的經濟特區 他只要把這些相關的產業 變成自敬區示範的 第一類的產業的話 他就可以免除非常非常多的稅 包含了貨物稅 或是相關的關稅 但是 免除了這些稅之後 這些產業到底對台灣 帶來什麼樣的幫助 我們可以看到 在過去免除這種稅收之後 非常多的產業 就是高污染 高耗能的產業 就會進駐 這樣的經濟特區裡面 他所造成的環境的成本 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我們永遠都不把這些成本計算在 我們的 這個 所謂的經濟的GDP裡面 那麼付出了非常多的環境成本 水的污染 空氣的污染 或者是這種高用電 高耗水的產業 但是這些東西 從來不記在我們的成本裡面 他是全體國民 台灣人必須要共同吸收的 然後帶來只有 零點多少%的GDP 但是我們所犧牲的環境 我們所賴以生存的地方 都不再是可以繼續生活的地方 所以現在資金區有關於土地 關於環境的一些 劃設的問題 還有規劃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問題的 我們在過去的記者會 已經非常清楚的說明 所以我們再一次強調 在臨時會 本來就不該開的情況下 更不能處理 這樣一個爭議的法案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歡迎來自高雄 的勞庚朋友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的 成委反幹事 大家好 我是代表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的 成委反幹事 從318學運到現在 馬政府的策略 很明顯的 他就是想要快速的通過 行政院版本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企圖為他自己的服貿行業來背書 甚至 撇進他身為政府的各種責任 在自由貿易的框架下 就一定會有相關產業的勞工生活困難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就業衝擊的評估報告 但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只有一個 利大於弊 完全沒有參考價值的可笑報告 我們甚至沒有 針對受害產業的勞工 一個法律的 一個正式上的補救措施 另外我們也不用說 我們有一個公會參與的一個救濟的管道 所以 馬政府根本就是不把 台灣500多萬的服務業勞工放在眼裡 另外 在這次的服務貿易的協議的過程中 我們也看不到馬政府有任何 IO所強調的一個社會調侃的概念 將國人未來可能就業上遇到了相關的爭議 還有受到的損害 以勞動保障協定的方式 將他納在其中以保障國人相關就業的權益 這樣的服務貿易協議 還有行政院版本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如果讓他這樣子草率的通過 我想 到最後受損害的 一定還是台灣的勞工 一定還是那些台灣基層的可能勞工 所以我在這裡再一次的強調 兩岸協議 兩岸無貿易協議 還有行政院版本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絕對不能在臨時會 以這樣子讓他輕易的草率的通過 謝謝 謝謝 各位朋友 那我們接下來 邀請 公民1985行動聯盟 的朋友 各位美女大家好 那我們要說的今天 為什麼會在這邊 這麼多團體在這邊 就是因為 馬政府要再一次的 一意孤行 要把這個 臨時會常態化 然後強行通過這三大爭議的法案 我們要說的第一個是 臨時會不應該常態化 公民監督政府 公民監督國會 才應該常態化 而且他也已經變成常態了 當我們今天 今年318發生石破天津 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之後 我們發現 整個公民社會重新點燃監督 國會監督政府的這個 熱情 熱情 我們發現到 每次只要立法院 一樣去審 福茂 資金區跟兩岸監督條例的 爭議法案行 往往就會有非常多的公民 自主自發的來到 立法院 開啟現場網路的直播 而且動輒就是有數百人 甚至數千人在觀看 這都證明一件事情公民並不冷漠 並且去觀察國會當中每一個立法委員 有沒有真的跟人民站在一起 未來我們也會像這些 產生一些幽默 會寫的一些影片 每一個 立委 每一個 政治人物 甚至是官員 政府官員 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將被記錄下來 並且我們也將會 近日也會很快 在網路上面 架設一個平台 把這些 資料 把這些記錄 上傳上去 讓很多人可以看得到 讓所有的民眾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期待 非常多的民眾 一起來加入這個 平台之後 就有可能成為一個 民間版 非常生動活潑的 國會頻道 真正 把每一個 政治任務的 每一個立法委員 他們的一言一行 確實被記錄 我們要再次的警告 政府 以及立法院 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不要再認為 現在人民 現在所有的公民 是很容易被 再像之前一樣 很容易被胡弄的 在 所有公民的眼中 誰才是那些 只會抱怨別人 把失敗歸咎於別人的 的 這些 網路上鄉民 很喜歡戲稱的 滷蛇 事實上 大家都 一清二楚 絕對不會是 佳一話院長 你在隨便 愚弄人民 隨便用你的話術 就可以來欺騙的 過去這段時間 在立法院當中 在野黨 如果你負起你的責任 勇於監督政府 所有的公民 都會給你掌聲 同樣的 如果你執政黨的立法委員 還要繼續 只有馬役 只有黨役 沒有民意的話 所有的公民 勢必都會用 更強烈的 方式 來關注 謝謝 謝謝公民1985聯盟的發言人王熙 那我們接下來歡迎 民主鬥陣的代表 俊達 大家好 我們看到318運動以來 這些匯集起來的公民力量 正就是為了反對政府 以如此出招 違反民主程序的手段 來通行一些 爭議法案 然後我們 適隔兩個多月看到的 卻是同樣的狀況 當前 馬政府想利用一個 不符合程序 爭議的 臨時會 來通過幾個 實質上具有重大影響 以及有重大爭議的法案 這些包括 不符合決定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 以及 自由經濟示範區 那我們看到 第一個 臨時會本身就不是一個 應該常態化的一個法案 它只是一種強度觀山式的 武器跟手段而已 然後今天 馬英九卻在前幾天宣稱 在 這次立法會要舉行 臨時會的時候 應該要通過這些 正義法案 這樣的長硬放話 正顯示了馬英九 他又罔顧了 行政跟立法應該分立的 基本憲政原則 想要用馬義 來綁架民意 所以在這裡我們呼籲 馬總統不應該在違反之前 3月18號 以來 這些民意所反對的 這些程序上的正義 也應該要遵守 民意所要求 應該先 這些重大法案 應該先通 立法再審查 基本原則 不應該在這次臨時會 強硬的高國表演 我們看到馬英九 他試圖操開 經貿國事會 來廣納民意 可是我們認為這樣的 經貿國事 第一個 他違反了 民眾所要求的 是一個憲政體制的改革 而不是只是經貿的問題而已 然而馬英九 這樣的演戲都演不好 他在這個經貿國事會 還沒有召開之前 就想要通過 資金區 胡茂 這樣的一個經貿的法案 經貿議題 這顯示了 他所謂廣大的民意 也不過只是一場戲而已 所以我們在 想要跳過這些民意 來決定台灣 往後的一些經濟議程 是剛好 跟台灣現在 最需要的 要整合台灣民間社會的共識 恰恰好 這互相矛盾的 顯示政府 他根本沒有誠意 要請盡民間 對於台灣未來 對於台灣經濟發展 需要有一個共同討論的 一個 基本共識 所以 如果馬英九 這次想要在 違反程序 強度觀山 通過這些正義法案的話 民主鬥盛 將會進行 進一步的行動 不管他要採取 怎麼樣的 強度觀山的動作 我們就海蟲回到立法院前面 表達我們嚴正的抗議 記住 然後這次 國民黨團想要通行 三大正義法案的 動作 好 各位朋友 剛剛俊達提出一個 很關鍵的質疑 就是 馬英九說 台灣那個 如何因應 區域經濟整合 他要開 七月底要開 經貿博士會議 來 聽 社會 各界的不同意見 剛剛 民主鬥爭的朋友 提出一個 關鍵的質疑 就說 那你七月底要開會 那你接下來 六月十三號 就要開 臨時會 要來通過這個 赤金區條例 那個 還有 服貿協議 那這樣不是 自相矛盾 那個會議 不是開假的嗎 那接下來 我們邀請 我們 島國前進 的代表 中研院的 黃國昌老師 發言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今天代表島國前進 來聲援 支持 民政 還有其他所有公民團體 學生團體 今天所共同提出的訴求 我想我大概要發表例件 有三點 那第一點 是重申 剛剛已經大家說過的 有關於 國民黨團習慣 將臨時會常態化 這樣子一個 違反民主憲政 原則 的操作方式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去年的臨時會 我們通過了會計法 我們通過了會計法 那個時候的臨時會 通過了會計法 最後所產生的社會爭議 所引發社會大眾的反彈 甚至馬英九先生 他必須要自己出來道歉 江儀化 他必須要出來把他自己 曾經說過的話 說他絕對不提 覆議 到最後 還是要必須提覆議 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的經驗 延續的 從2010年 在臨時會通過 這樣子一個爭議性的兩岸協議 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馬政權 似乎 都還沒有 學到 他們應該學到 的功課 我們 絕對反對 在臨時會 通過這樣子一個 重大而爭議的法案 那第二點 萬一臨時會 如果真的召開了 在兩岸協議監督 法制化 的問題上面 有一些立法 在審查 一直是我們的 核心訴求 這個訴求 這個立場 這個堅持 到目前為止 沒有改變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接受的是 如果說 在臨時會當中 甚至是在接下來的會期當中 國民黨立願黨團 他們想要強行推動通過的 竟然是行政院 他們企圖 將黑箱服貿過程 法制化的 一個假的 不監督條例的話 那黨國前進 絕對會跟其他 所有的公民團體 還有學生團體 站在一起 今年夏天 如果國民黨的立願黨團 想要強行通過 這樣子一個不監督的 行政院版本的監督條例的話 把政權 在今年夏天 將會付出相當慘烈的代價 第三件事情 昨天 中國 國務院 他們發表了 有關於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的白皮書 在那個白皮書當中 清楚的講明了 香港 你今天有多少權力 都是我北京政府給你的 我沒有給你的 就不是你的權利 而且 我給你的 我還可以隨時拿回來 這樣子的一個 清楚的 代表了中共政權的白皮書 他明白的 違反了在1997年 所簽訂的中英協議 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 是要讓馬政權看清楚 中共政權的本池 這樣子一個 連國際性的條約 連國際性的承諾 都不願意遵守 隨時可以破棄的政權 只有我們的馬英九先生 江宇華先生 還天真的以為 跟他們簽任何的協議 可以帶給台灣 什麼樣實質的好處 今天香港 之所以會落到 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就是因為 從北京的眼中 他們已經喪失了利用價值了 如果說 今天這麼熱衷 推動兩岸協議的 馬政權 有任何反省的話 他現在當務之急 應該要做的是 就投資保障協議 簽了以後 簽了以後 到底對於我們在中國 投資的台商 提供了什麼具體的協助 提供了什麼具體的救濟 今天中國的台商 在中國所面臨的迫害 所面臨的壓迫 所面臨的問題 這個協議到底提出了什麼樣的幫助 如果 沒有任何實質的幫助的話 接下來 再去推動 其他 不管是服貿協議 不管馬政權說 中共做了多少承諾 這樣子的承諾 什麼時候會被履行 這樣子的承諾 什麼時候又會被迫棄呢 再次的 再次的呼籲 我們的馬英九先生 請你醒醒吧 請你醒醒吧 不要因為你自己的一意孤行 而將台灣人民退入險境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邀請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代表 洪瑞浦 大家早安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代表 洪瑞浦 我其實為了今天的記者會 我寫了三天的 發言稿 但是呢 今天早上我睡醒 要出門前 我看到了一則新聞 我決定我不要用那個發言稿 我不要 我今天不要先 我今天就先不講那個發言稿 我決定今天來談那一則新聞 那則新聞是這個樣子的 這兩天啊 有一個國民黨籍的 市議員的參選人 姓徐的 參選人 他要去國小 去國小 校門口 去找小朋友 握手 他去拜託 他去發他 他可能是發他證件的東西 還是什麼東西 我不曉得 然後 他去拜託那個國小的小朋友 幫他把那個 把他的 把他的 就是類似競選的文宣啊 或是什麼東西 帶回去給媽媽 表面上看起來 他好像很尊重我們 中華民國的下一代 主人翁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這根本就是一個假象 為什麼 你國民黨如果真正在意青年 真正在意 中華民國未來 主人翁 的想法的話 那你就支持 把 國家投票的年紀 下修到18歲啊 為什麼國民黨 為什麼馬英九 他在6月3號那一天 他要宣布說他 無論如何他都要在這一次的臨時會 黨下把 我們國家 投票公民權 投票的這個公民權 行使公民權的權利 黨下不能夠修到18歲 為什麼 因為他要持續他的老人政治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非常的可憐 我們現在有個困境 什麼困境 我們的人數就是比不過他們那些老人 在我們的祖父母那一輩 他們隨便生小 隨便生就生四個 四個小朋友 我這一代的 我的父母親 他生了小朋友 就是 就是最多就是兩個 普遍都是兩個 如果要比 國民黨很喜歡講什麼 少數要服從多數 問題是這個投票制度之下 我們年輕人不管 就算我們所有青年 全部動員去投票 我們都投不夠那些老人家 甚至很多老人家他是怎麼樣 他平常根本就不住在台灣 他只有在要投票的時候 才會趕快坐飛機飛回來 比如說像馬家那一家人 我們可以忍受這樣的事情嗎 絕對不可以 這個是世代的戰爭 我現在要講了 我是 我想要舉一個例子跟大家看 如果馬英九 你真的膽敢在臨時會 拒絕 把修憲 拒絕修憲 把國家行使投票公民權的這個權利 下修到18歲 馬英九 我告訴你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很不好意思喔 我這張照片啊 就是因為 這張照片 因為我沒有辦法印出來 這個 等一下如果有記者媒體朋友 如果願意的話 我願意把這個照片傳給大家 這個是法國1968年的 68學運 他們的海報 在法國1968年的時候 謝謝 謝謝律師 法國在1968年的時候 之前啊 法國的投票年紀是21歲 法國當時的政治人物也拒絕讓法國的青年 21歲以下的青年 可以參與投票 所以呢 法國的青年呢 他們就做了這張海報 這張海報上面寫的是 這是他上面寫的就是說 你與21歲以下的青年啊 路上的石頭 這就是你的選票 馬政府 你如果膽敢在這一次臨時會 真的要擋下 青年 參政的權利 20歲以下青年 參政的權利 這個就會是你的結果 謝謝大家 謝謝瑞浦 我們今天到場的 還有 泳社的代表 還有 我們 勞工陣線的 代表 那同時呢 還有 台灣少年權利與福利 附近聯盟的代表 那同時我們今天很特別 我們知道我們的 資金區呢 跟桃園的航空城有關 那今天也有 奪回桃園 青年政線 的朋友 來到現場 那 請 桃園的青年朋友 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各位媒體記者大家好 我本來有擬一份稿 但是我想說 我想要直接切入航空城的議題 目前航空城呢 就是 進入審議階段 那六月底 六月底 哪一天我們不知道 他就要通過審議大會 那不禁讓我們聯想起 就是說 馬政府是不是要把航空城 跟 資金區 掛在一起 強行通過 黑箱通過 這是我們強力譴責的 然後 這個 不好意思 就是說 像資金區 這個部分 在航空城 他是用強行 奪地 用區斷徵收 逼人民 一定要把土地交出來 那現在很多的居民基本上 他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因為政府沒有所謂的安安置措施 就只是跟居民講說 像資金區以及航空城案 討論會 應該要通過 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 服貿協議 資金區 跟是 践踏民意的表現 那資金區對於我們台灣民眾影響是非常深的 而且政府對 對於目前 這麼重大的議案 卻是有 許多 許多的 空白授權 面對民眾的質疑 是敷衍了事 而且 面對我們全台的 抗議聲浪 卻是視而不見 企圖以臨時 企圖以臨時會 強過關山 這是我們 奪為桃園青年陣線 所不能接受的 那 我們桃園的青年 也強力指引航空城裡的 遠雄 自貿港區 是不是又是 另外一個 弊案 這個部分 要 這個部分 我們要求政府 全面 徹查 全民監督 那我們青年 奪為桃園青年陣線 在此呼籲 馬政府 請勿利用 臨時會 草率通過兩岸協議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那我們最後再喊一次口號 反對臨時會常態化 反對臨時會常態化 嚴峻處理三大爭議法案 嚴峻處理三大爭議法案 反對臨時會常態化 反對臨時會常態化 嚴峻處理三大爭議法案 嚴峻處理三大爭議法案 謝謝大家 我希望把整個問題的焦點 要來化掉 但是你如果真的很認真地去思考的話 是 事實上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他在第一個層次上面 將中研院的研究人員 化貴在 那個規範的範圍當中 本身就是很荒謬 而事實上 2010年中研院在 夏天的時候 在我們院長的領導下面 徐太元老師 又組成一個小組 我也有參與 就是要去推動 那個這個荒謬的法律 他對於 學術自由 還有對於 人民參與政治 表達這次意見的自由 所造成的不當的概念 那只是說 這樣子的 修法工作的推動 在那個時候 並沒有獲得成功 那雖然在2010年的時候 中研院有同仁站出來 舉行表達 支持馬英九 但是 我們也沒有因此 去說 那位研究人是怎樣 那主要的理由是說 雖然 你舉行支持表達 馬英九 去競選總統 這樣子的廣告 以及明信 反而同仁的行政中立法 但是我們的理念是 那個法律對於研究人員 所造成這樣的限制 本來就是荒謬的 那既然是一個荒謬的法律 我們當然就不會 對於這樣的行為 去提出六個的資金 那只是說 到今天 面臨一些 莫名其妙的立法委員 那他想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打壓 學者 去投入社會的運動 去關懷實證 甚至去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 那我會覺得 這樣子的法律 本身啊 是相當荒謬的 那只不過說 當你面對一個荒謬的法律的時候 你具體可能有效的 改革措施是什麼 一個當然是 申請大法官解釋 但是看到這屆的大法官 馬英九所提名的 這些大法官們 他們對於人民參政權 在上個禮拜 的那一個 憲法解釋案當中說 表現的態度 我個人是 不抱著高度的期望 那對於說 這棟建築物後面的立法委員們 他們現在已經被馬英九綁架成這個樣子 而且自甘落落 願意成為馬英九的境軟 我對於他們要 讓這群人啊 來推動修法的期待值 也不是非常的高 那但是 我相信 面對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不友善的 法律環境 我們這個喜歡 把自己的失敗 歸咎於人民的 魯蛇政府 要怎麼樣來面對他 怎麼樣來對抗他 還需要大家很多的智慧跟理解 所以長 自從被那個立委給評過後 中原院有沒有去調 那個出情表 或者請假的那些政策 其實沒有受到影響 就我個人而言 除了高層約涵我 稍微關心一下 以外 他提醒我注意一下 法律的規範 那我當然跟他們講說 我自己是念法律的 法律的界限在哪裡 我非常的清楚 而且2010年 當初中文院提出 這個修法的版本 我參與非常的深 所以我對於內部荒謬的法律的界限 到底在哪裡 我非常的熟 我也是因為這樣才會出演嘲諷 在裡面的那些欄尾 自己立什麼法都搞得清楚 對那你說未來 在整個制度的改革上面 推動上面 要怎麼樣繼續努力 我相信還有一段 入讀要走 好不好 所以那個民黨 撐盡量的 好不好 會不會要做多的事 報告自己 然後他有講說 希望世界環球 他們大家不是特別去講 反正 但是講沒有說 後續 這個底下 會不會 不是因為你現在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概念是從自由貿易港的概念進去變成 那我們每次政府在推一個新的政策的時候 我會覺得某個程度上都是一種政策發展 在當廣告 那它具體的效應全部都是吹噓出來 那你說 你到我們目前的自由貿易港的推動 它具體的效果是什麼 它所造成的問題是什麼 它差一點效益都沒有 那如果沒有效益沒有效果 它的原因是什麼 這些真正重要局局的不難的問題 我們的政府都沒有問題 那你必須要先把這些問題回應了以後 你才有辦法有智慧的去思考說 你現在所要推動的資金群 估計不論現在所有大家所提出來的 它對於勞工的人權 它對於負責公司的政策 它對於我們環境醫療衛生 所會造成的負面衝擊 即使這些我們先通過 純粹以經濟上的效益來講 如果自由貿易港 它所造成的經濟效益 你都還沒有清楚 有辦法分析出來 它的成效 它的問題 以及這些成效跟問題 背後的因素的話 那你說你現在去推資金群 是否真的不會做的事情 我真的不這樣用 那我也要大膽 不是大膽 非常帥實的 我們立法院 面這些立委出動 你們真的知道嗎 如果你們真的不知道 你們根本不知道的話 那你們到底是在做什麼 這次大膽的問題 謝謝 我想問一下 就是 目前那個 你想記嘴嗎 目前 目前那個政府在 這是他們 民黨要強推這些法案的時候 政府一塊的說法是 他們根據國發會的民調 認為現在強推這些東西 是民意的取實 那你怎麼看 不是啊 我想國發會的民調 在學運那段期間當中 我們的國發會的主委 楊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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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們的管中民主委 他所公布的那個民調 我想鬧的笑話 跟那個民調本身的荒謬性 社會大眾多應該有目共睹 那如果今天把政府真的那麼相信民調的話 非常的習慣 在318學運當中所提出來的那些事 發發反對福報的聲音 那麼大 他如果真的重視民調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 就把福報先自行承擔 那顯然我們的政府是 他相信他們自己做的民調 那我們政府自己做的民調 體質怎麼樣 可信不怎麼樣 我相信社會大眾 大家都有共睹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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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